请珍主委 主委请 张伟员好 主委你好 还是一样 首先要特别恭喜主委 能够担任这个重要的职务 推伍会 从政府到台湾 然后成立推伍会到现在为止 推伍会的角色工人 它是非常具有历史 现实 还有未来性的 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组织 它跟国外的很多的 推伍军人事务部既有相似 又有不同的地方 所以您能来接任这个重要的位置 我们非常期待 也非常高兴 欢迎您到推伍会 也欢迎您到委员会 来报告跟备训 那么首先呢 还是要请教 就是今天在您的报告里面 特别您提到了 就是这次巴巴水灾 灾后 包括莫拉克台风 在重建期间 我们恢复系统的 各个系统都协助救灾 那么在这里面 特别是包括 我们高雄龙总 是南部医疗应变指挥中心 统筹 调配医疗人力资源 来发挥医疗资源的功能 还有呢 我们嘉义农泉的农院 它提供给巴巴水灾的居民 紧急撤离 安置的167人 那么高雄农场提供200个床位 这一些 都是人力紧力 那么 推伍会能够把自己现有的资源 那么释放出来 对社会做一些贡献跟服务 我觉得非常非常值得敬佩 也能获得社会各界的支持跟肯定 未来呢 也期待主委能够继续 推伍会不是一个封闭的 其实推伍会是应该是一个社会性的 多做一些社会性 我们能够提供资源医疗协助给社会各界 我们多做这些贡献 所以这一方面 本席是非常非常肯定 也很支持 那么同时呢 本席注意到 在这次巴巴水灾期间 好像有两位 一位住在新竹的老农民 他们自己把生活费 去结局 留下来 尊杰生活费 各自捐出100万和50万元 作为巴巴水灾的救济经费之用 他们这种精神 非常的体会出来 农民是认同台湾 心也在台湾 对国家 对社会发生这么重大灾情 确实是 文身就苦 不知道这两位农民老先生 推伍会 有没有去看他们 同时呢 对他们的一举 也一语肯定 这个 第一个就是 当时我们都派地区 农服处的处长 请自己去跟他们慰问 那我也 跟我们这边承办单位讲 等到我要到地区里面 看单位的时候 我要去拜访他 要谢谢他 这个可能 请主委 您不要等到 您要到地区去 去看他 那是顺便 如果您能够特地去看他 对这两位农民 尤其给社会大众 在做宣传 我们这些农民 他们一个月 就养金 只有一万三千多块钱 台北市现在 中低收入一个月 都一万五千五百块钱 比我们农民 就养金还要高很多 换句话说 他每月所得值比 中低收入还要低 他都能够节余下来 把他这一生的积蓄捐出来 这个精神是非常可悲的 这个比 不要说 这不是金钱 多少的问题 是他把他自己 亲友的这些都捐出来了 他对这个社会的认同 所以本席在这里 特别请退伍会 尤其是主委 您去看 肯定他 这个效果是不一样的 谢谢 那么另外 本席要特别再另外 给您请教的是 刚刚前面有几位委员 有问到了 今天是十一 这个中共的国庆 这个本席在这里 也心里很难过 给您提出来的事 十一国庆 六十年 那么对岸在扩大庆祝 可是相对来说 十一中共的国庆 是国民政府 这 多年来最重大的挫败 是我们的国耻日 在大陆全面失败到台湾来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 我们警惕反省 的日子 而不是扩大 去对面庆祝 虽然 本席我非常支持 赞同两岸对话跟交流 两岸的和平稳定 是我们国家目前最重要的目标 但是 我们是中华民国 这一天 是我们重大挫败 国家民族面对重大分裂 那么这么多农民 前辈到台湾来 深据教训 六十年 我们在台湾深据教训六十年 所以这一天 格外 令人反省 所以在这里啊 当然我也特别邀请主委 退伍会这么重要的工作 是不是请主委也思考一下 这六十年来 农民前辈 在台湾 的贡献 是不是 又要成立一个 规划一个 农民 历史文化 这样子的一个纪念馆 或者纪念的园区 把我们这些 有一些值得保留的农民之家 能够把他原貌保存下来 相关的历史文件照片 说明的记录资料 和完整的保留 让后代 未来都知道这一段的历史 这六十年在台湾深据教训 不要忘掉 那么另外 刚刚一个小时之前 有一位台湾国办公室的负责人 王献吉先生 在总统府烧了五星期 当然台湾现在目前多元社会 每个人看法不一样 但是本席在这里 特别提的是 推伍会 未来的工作角色 本席认为 不会少 只会多 为什么 因为未来推动 募兵制 现在目前啊 国军 一无一根 志愿意的比例是四比六 目前国军的 志愿意是13万人 如果三年之后 顺利推动 全募兵制的话 将近有 二十一万五千人 都是 志愿意的 那么 多出来这么多人 这些志愿意的弟兄 未来退役 之后 就学 就养 就业 这些问题 不知道 退伍会有没有规划 或者跟国防部 进行协调 事先做好准备的工作 目前的具体计划又是如何 报委员 有关于这个全募兵制 这些 兵员退伍以后 他的所有相关的待遇跟福利啊 下个礼拜啊 高部长要跟我 我们会里面啊 要做 要做一个研讨 因为初步的规划是有 但是要把它做一些详细的一个 实施的相关的办法 通通把定出来 所以目前是还没有 就等下礼拜 您跟高部长 全部研究一下 因为各单 他们的研究跟我们的研究 个别都在 持续在进行 是 其实在 前两个会期的时候 本系就这个问题 也有请教当时的高主委 我想今天在场的好几位 我们退伍会的官员都知道 那么他对这个业务是很熟悉 那么也很高兴 他从退伍会 转任到国防部 所以未来我想 曾主委您跟他之间的互动跟联系 对就这个问题 应该是非常非常顺畅 应该是 无缝 衔接 那么 肯磕要做好事先规划的工作 换句话说 未来 慕兵制 成败如何 其实 这一块 也是很重要的 这一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 最后呢 也要跟您提到的就是 刚刚本席也跟您建议 如果能够把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农家留下来 保存下来 资料留存下来 这是一个对历史的交代 那么最近就有板桥农家的农民前辈 向本席来投诉 说板桥农家改建成套房式的现代化的宿舍 那全部要花多少钱呢 全部经费是十亿分 公期四年 那么他们说现在年岁已经很大了 他们习惯当地 在民国六十二年所建的 留下来这个很幽静的环境 年纪大了 他们说未来没有多少年了 那么施工四年呢 噪音工程混乱 他们的环境都受影响了 所以在这里哦 那么请主委是不是再研究一下 再评估一下 一个就是本席刚刚建议的 这些具有历史文化留存下的农家 保存下来 把它保存下来 我们不需要再花另外的钱 这是一个历史 第二个 如果确实有必要 例如可能未来 我想退伍会也许要把这个农家 盖成现代化的套房 宿舍 也许是将来要提供 政府或其他相关单位的使用 也并不无不可 但是呢 还是请您全盘规划一下 毕竟 农民之家 原先是为了安置我们这些老农民前辈嘛 那么现在他们觉得 他原来幽静的生活被干扰了 都是功臣跟噪音 那么他们说燃日也无多 这点是不是请您啊 也重新再考量或评估一下 我们再跟这些老农民他们再沟通一下 因为他们住的那个环境啊 平常讲真的不好 外面里面啊 走到里面都看不到阳光 非常的暗 我们几个新建的这些农家 他的设备 有 我知道有一些是非常非常好 所以我们希望改善他们的环境 我们再跟他公布一下 这个两者之间再请 是 再多费心思思考一下 考虑一下 另外就是 当然我很高兴啊 就是我们农公公司啊 第四次的民营化的投标啊 在 9月份 上月22号 已经顺利的招标 绝标完成了 那么未来的工作啊 在这里我想 农公公司成立到现在有53年 53年了 那么农公公司 他过去对国家的工程 实际的贡献 也培育了很多技术专业人员 董事长请 那么 民营化的计划 那么很顺利 第四次投标完成之后啊 那么 那么 未来 成立新的公司 那么对于过去这些 旧的员工 应该 想办法要照顾到他们 那么同时呢 未来呢 也期待啊 这个主委 还有董事长 那么对于成立之后啊 债务的问题 尤其是不利资产的处理的问题 还是要费心思好好去处理 那么 我们委员会对这个问题已经 关注很久很久了 我们过去编列了很多钱 今年要编列 一千多亿 挹注这个负债 被我们委员会冻结这笔钱 是不是 所以 还是请主委上来之后啊 特别特别关注后续的工作 是 因为这个转民化以后啊 后续的工作才是真正的开始 所以我们有关人员 有关他的财务状况啊 我们现在都在处理当中 所以 像最近 有少数几个农民成就成功一些意见啊 我都个别 就集体来召见他们 说明我们对人员处理的方法 绝对不违背他们的利益 但是我们 我强调一点 因为正好公司重组以后 凡是那些啊 以往工作不努力啊 不认真的这荣员 我是绝对要裁掉 那是应该的 按照他们的评估出来 只要他不好 这个人要走 为什么要走 是因为他不好 我绝对要他走 我不希望再把这些荣员啊 又把他带进来 这个是一定 这个我们按照这个方式 我就跟他们做了一个宣誓 谢谢 好 主委 董事长 谢谢